台風夜掉下場門外衝出一群年輕男子 他們從店內打到店外 一名身形較矮的白色上衣男子 在門口叫罵幾句後就被團團包圍 被包圍的陸姓男子寡不敵眾 趁機打電話求助朋友 三名友人開車到場助陣嗆聲 陸姓男子的友人丟甩炮示威 讓現場更加火爆 惹惱成姓男子一群人 對方持棍棒砸車 連水溝蓋都成為武器 陸姓男子四個人則嚇得落荒而逃 下車之後發現了 寡不敵眾了 因為丟個甩炮馬上汽車而逃 27號凌晨2點多 正好是美濟颱風風雨最大的時候 西北市樹林警方獲報 吊下場有9克互相鬥毆砸車 多名警力到場 一行人早已一紅而散 全躲進附近暗巷 他們公稱因為路難 要禁酒的時候聊天當中 有口氣不好的情勢 所以因而心生不滿 警方漏夜吊月監視器追查 逮到7名20多歲男子 全意傷害毀損和設違法送辦 吊下場門口一輛黑色轎車 擋風玻璃被砸成蜘蛛網狀 大馬路上還有壞掉的塑膠桌椅 吊蝦場內外亂糟糟 可見當時非常凶狠 也嚇壞現場正在吊蝦的民眾 記者楊子健 吳子儀新北市報導 官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